欢迎回来,我们接着看一下独立基础钢筋分类 上一节课给大家介绍了独立基础构建分类 独立基础构建分类还可以这样分类 分为十类 第一类是无碑口呆住毒基 第二个无碑口双住毒基 第三个无碑口双住毒基之间加的基础量 无碑口四住毒基加设的基础量 还有这个无碑口呆住毒基带了一个短注 第六个无碑口双住毒基带短注 第七个第一碑口呆住毒基 第一碑口双住毒基 第七和第八都是没有带短注的 直接在基础里面带个碑口 第九和第十是高碑口呆住毒基带短注 短注上开了一个碑口 第九个第十个是高碑口双住毒基带短注 我们接着看一下这每一类毒基 十个毒基每一类毒基的高碑的构造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无碑口呆住毒基 它就这个呆住毒基 它就是有可能是坚型的 也有可能是破型的 看一下独立基础 dj后面这是加了个j坚型 djjdjp就是这个破型 然后背形技术坚型和破型 是不是受益 独立基础坚型的 独立基础坚型的 杯口基础坚型的 杯口基础坚型的 我们看一下高筋确实 它是底部x玩笑高筋网片 那么这两个一个是阶型 一个是破型 它的三维图都是底部 x向高筋 比如这块一直排排过去 12345678910等等 按照一队的阶距 把它一直排过去 玩笑的高筋也是 按照一队的阶距一直排过去 这就是无碑口呆住毒基 它是底部双笑 底部就是在这个基础的下面 双笑就是x玩笑 纵横交错的高筋网 无碑口呆住毒基 呆从双笑高筋网片 它是两个台阶的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 如果两个台阶植物板 它就是侧面一个两个 第二个 无碑口双住毒基 就是独立基础上面有两个柱子 独立基础上面有两个柱子 它也是有余 它这个前面 我们现在看到虽然是阶形 但是它也虽有余 破型的前面 这是两个台的 那么高筋网片我们看一下 现在可以看这个抛面图 图置里抛开 从前往后看 底部x想和玩笑 底部x想和玩笑 那么三维图就看底部是不是x玩笑 高筋网片 底部x玩笑高筋网片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它就是双层双向高筋网片 双层就是底部和底部 双向就是每一层 不管底部还是底部 它就为双向x想和玩笑 就是两层高筋网片 就是两层高筋网片 第三个我们看一下 无杯口刷住毒机 增设基础疗的时候高筋构造 看一下它这是一个立面图 然后我们看一下泡面图 它就是下面是底板 基础 独立基础上面有一个基础量 那么双层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状 可为尖形也为坡形 就是它这个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尖形 但是它也是有以坡形 那么它的高筋构造 我们看一个图 上面是柱子 下面是基础量 然后底部的高筋 我们现在看一下 把柱子隐藏了 接下来把基础量隐藏了 看一下 它是把基础量隐藏以后 我们可以看这高筋网片 是不是底部双向高筋网片 那么它的布置 高筋排布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封部就在基础量内不布置 受力就贯穿基础量布置 那么什么是封部机呢 我们看的长方向和基础量平行的 这就是封部机在基础量内没有 那么受力就贯穿基础量 受力就是短向的高筋 穿过基础量 这就是五倍口双柱读基 加基础量高级构造 已经给大家介绍 接下来看一下 五倍口四柱读基 加基础量 就是这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四个柱子 下面两个基础量 再下面是底板 它的高级构造 我们先把柱子隐藏了 再把基础量隐藏了 我们看一下 它的底部双向高级网片 X要很玩笑 纵横交错 然后封部就在基础量内不布置 是不是中间有两个基础量 在基础量内 与它平行相交的 这个基础的封部高级 它是在基础量内是没有的 那么受力就怪穿基础量 怪穿两个基础量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受力就穿过两个基础量的高级 这就是无碑口四柱独机加基础量的高级构造 给大家列了出来 我们接着看一下第五个 无碑口单柱独机大短柱 就是无碑口的单柱独机 柱子和独立基础之间加了一个短柱 它的高级构造 我们看一下柱子和独立基础 加了一个短柱 那么我先说一下 首先它基础底面 XY向高级网片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然后加短柱的纵向高级 平面图上 和这个立面 立面图和这个平面图 我们可以看到立面图 它这个纵向高级 它有纵向高级 它是插着基底 做基础间距小一等一米 只在底板高级网上 那么我们就要一米下去 一个其余的高级就不用伤到底板 然后挖着一个六倍地和一百五十毫米 起个大纸 伤至底板的和这个 没有伤至底板的高级 然后一一方面图 可以看到 举行估计和拉举 四个拉举 好小于两个 做小于两个 这就是五倍口 呆住毒机 带短柱的高级故障 我们接着看一下 第六个 五倍口双住毒机 带短柱 它这个高级故障 我们看一下 首先它是立面图和泡面图 其实就是平面图 从这个短柱的顶部抛开 把抛前平面 平面以上部分移走 从上往下 俯视 我们可以看到 1-1 泡面图 底部 XY向高级网片 就是底部 双向高级网片 加上短柱的重精 然后举行估计 一个大估计 还有拉筋 还有拉筋 就这些 垂直下拉筋 和水平下拉筋 看一下 截面 可以是由于 下面基础 可以是由于街形 也可以是由于波形 截面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杯口 待住独机 杯口 就是 直接是在基础上面 开的杯口 它是 第一杯口 待住独机 底部 双向高级网片 我们可以看到 底部双向高级网片 底部 嗨接 高级网片 底部 杯口四个边 每边都是 两根 汉接高级网片 总共是 二乘一四十 八个高级网片 八个高级 球车的高级网片 我们接着看一下 第一杯口 双柱独机 就是 基础上面 开两个杯口 有两个柱子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形状 然后它也是 底部 双向高级网片 底部 X向和Y向 高级网片 顶部 嗨接高级网片 它就是在 杯口上面 杯口的每一个边 都有两根 是不是 这是杯口 然后总共 一二三四 是十根 钢筋 形成的 钢筋网片 然后 中间 杯壁 构造 配金 我们看 我们看 这个 512 接距 200 它就是一个 构造 配金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 类似于 这种 弧形的 Y 下面 这 有180度 Y 123 4 5根 有这种 5根 其实它是按照 接距排过去的 它背定就是5根 由于它是6根 然后 与这个 构造 配金 垂直相当 交了 有一个 分布钢筋 范巴接距 300的 分布钢筋 就这样 与它垂直相当 这一圈圈 一圈圈 那么注意 这些钢筋的信息是 到中间 杯壁宽度 这个杯壁的宽度 就从这里到这里 小于四半时的 构造 配金 就是说是 到图纸里面 这个宽度 小于四半 它没有 注明的时候 这个构造 钢筋 就得 参照图级 我们在算钢筋 手算的时候 不要把这钢筋忘了 如果大于四半时 设计人员 就可能就得需要 另一圈 注明 下面还说的 杯壁口 独立技术 底板的 截面形状 可为 接形 接形 也可以为 破形 接形 虽然它 上面 画的是 接形 但是实际 如果说是 破形 钢筋 构造 也是这个 样子的 我们接着看一下 高杯口 呆住 读基 带短柱 就是说是 柱子和下面 读基 直接增加了 一个短柱 在短柱上 开一个口 把柱子 放入这个口内 那么这个 高级构造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最底下 底部双向高级网片 就是这边 XY向高级网片 底部 嗨接高级网片 底部就是这个 总共有 12345678 8根高级 就是一一泡面图 就是12345678 那么上面这些 点撞的是什么 点撞的就是 短柱的 纵向高级 就是看到这个 纵向高级 还有杯口范围内 举行估计 就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举行估计 就是从 杯口高度范围内 有举行估计 然后杯口下部 就是从这块 以下这一个范围内 测试到这个基础里面 这个范围内 举行估计 同时还有三三泡面 是不是看到 还有拉几 那么就是 为什么要把杯口 高度范围和杯口 高度以下的 这个范围要分开了 因为杯口高度范围内 是没有拉几的 我们看二泡面 杯口高度以下的 才有这个中间 有这个拉几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接着看下 高杯口 双注 毒机 带短注的 这个高级构造 首先我们看 底部 X玩笑 高级网片 是不是这边 底部 X玩笑 高级网片 底部 汉接 高级网片 一一泡面图 看一下 是不是 每一个边都有两个 左供有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八个 这个 汉接高级网片 那么中间 还有一个拉几 这两边 这个高级是什么呢 两边这个高级 我们看到 这个水平下的 其实就是这个 风部高级 两个风部高级 点转的是什么呢 短注的 纵向高级 我们看 短注的纵向 和杯口范围 举行孤星 杯口范围 是不是 举行孤星 就是这个 还有 拉几 有一个拉几 杯口范围 的一个拉几 然后 杯口下部 举行孤星 看看 三不三泡面图 杯口下部 举行孤星 然后 举行孤星 有好多拉几 垂直向拉几 水平向拉几 杯口范围 和杯口以下的 要分开 因为 给大家看一下 背口高度范围 这一部分 背口高度范围 它中间只有这一个方向拉几 而杯口高度以下的 这一个范围内的拉几 它就是这种形状 它就是综合交错的 这个是杯口下面以外的 它跟它是对右的 我们看一下 它跟它是对右的 那么这个杯口高度范围 就是这个样子 都是对右的 然后这个就是嗨接钢级网片 一泡面图 中间 卑鄙 构造 配金 就我们看到这个 我刚才说的 这种颜色的 就是这个 构造 配金 范十二 接据 二板的 这个 构造 配金 我们 看一下 还有 与构造 配金 垂直 相交的 形成 网片的 这个 中间 卑鄙 的 丰富 钢金 看一下 是不是 丰富 钢金 就这 范一般 接据 三板的 丰富 钢金 那么我们把 独立技术 钢金 锋利 总结了一下 就是前面 这十种构建 锋利 和后面的 钢金 构造 给大家写了 写出来 让方便 大家以后 学习 复习 无背后 待住 读基 无背后 双注读基 无背后 双注读基 加基础量 无背后 四注读基 加基础量 它可能 钢金 钢金 就是底部 双向 钢金 网片 这个一般 是由于 第一二种 它是对的 然后 第三种 第四种 有可能是 双丑 双向 钢金 网片 当然还有 这个基础量 钢金 我们后面 继续讲解 无背后 待住 读基 带短注 无背后 双注读基 带短注 它是钢金 底部 双向 钢金 网片 短注的 重机 举行 估计 和拉机 然后第七个 第一背后 待住读基 它就是底部 双向 钢金 网片 底部 亥接 高级 网片 我现在说的 这些 钢金 如果你前面 听读了 你就 根据 我说的 文字 描述 你就要 想象到 它的 高级 构造 然后 第一背后 双向 读基 底部 双向 钢金 网片 顶部 亥接 钢金 网片 中间 背臂 构造 配型 中间 背臂 风部 钢金 你就要 都能把它 形状 的 想象 出来 高 背后 单注 读基 带短注 底部 双向 钢金 网片 顶部 亥接 钢金 网片 短注 重心 背口 范围 举行 骨精 背口 下部 举行 骨精 和拉精 最后一个 高背后 双注 读基 带短注 大家听课的过程中 如果我描述的这些高精 你在你的大脑深处 大脑里 你就要想象出来 这个构建的三维立体 里面配高级的形状 如果你能想象的出来 那么这节课 你就完全掌握了 底部 双向 高级网片 顶部 亥接 高级网片 还有拉精 短注 重精 背口范围 举行骨精 和拉精 还有背口下部 举行骨精 和拉精 周杰 卑鄙 构造 配精 周杰 卑鄙 封部 高级 谢谢大家